腾讯体育十月八日训,森林导季前赛主场迎战熊鹿,最终他们107比125不敌对手,季前赛已经遭遇三连百,三分射灵依然能赢球。 两大关键词,火箭击败马次数据统计熊鹿队阿德托昆博,拿到21分10个篮板两次助攻两次强断,克里斯蒂安武德拿到14分6个篮板三次助攻,密德尔顿拿到13分4个篮板三次助攻,布罗格登得到12分两次助攻,蒂安森索得到12分3个篮板,斯内尔得到12分两个篮板,森林郎方面, 唐斯拿到33分12个篮板,吉尔得到13分8个篮板,CJA连姆斯拿到12分3个篮板,蒂格得到10分3个篮板七次助攻,吉布森拿到8分3个篮板。 本场居心,唐斯轰33加12独目男子在本场比赛里,唐斯无疑是表现最闪耀的人。 在上半场,唐斯便轰下了23分,靠着个人的火力撑起了森林郎的进攻,下半场,唐斯延续着初次的手感。 只可惜,除了他之外,队友无人能够挺身而出。 在登场28分钟时间里,唐斯19投11中,拿到33分12个篮板,他的表现无险可击。 但球队整场比赛被压制让唐斯感受到了独目男子的困惑。 比赛鬼谷,雄鹿进取森林郎自已上来,吉布森林市的低位强攻,唐斯也标中3分,森林郎开局取得13比9领先。 布鲁克洛泰斯手感火热,标中第二季3分,布罗格登也突入禁区,制造犯规两把一中,雄鹿将比分追至13平。 此后一段时间,双方形成对峙,维杰斯遭犯规两把一中后,森林郎以19比17领先,本节最后三分多钟,场上风云突变,雄鹿大举进攻打出一波16-4的攻势,布罗格登在本节最后时刻连入两球,首节战法,雄鹿以33比23领先。 次节回来,雄鹿继续扩大领先优势,布莱德锁在本节中段上篮的守候,雄鹿以49比33领先,唐斯扣篮不忠,但他抢下进攻篮板将球放进,森林郎随后掀起反击,唐斯里突外投,无所不能。 当唐斯在本节还剩1分41秒打成2加1后,森林郎将比分追至53比58,在这波攻势中,唐斯一人拿到了10分,停录此后领取4分,亨特造罢归两把权重,他们再度建立9分领先。 唐斯延续火车状态,接地格助攻上篮得手。 半场结束,森林郎以55比62落后,唐斯半场就拿到23分8个篮板,超过其唐斯为森林郎首发的分总和18分。 下半场一边再战,接两节六投一中的字母哥开始发标,他上来后连续利用突破打中三球,雄鹿送出一波12-1的攻势,布罗格登标中两季三分后,雄鹿再度建立18分领先。 森林郎方面只能依靠唐斯和帝格的进攻苦苦支撑,斯可林布朗在本节还剩0.6秒时外线制造大规三把权重。 第三节比赛结束,雄鹿198比82领先,末节上来,只在为常规赛做准备的雄鹿,按照正常轮转换上了字母哥和米德尔顿能上发,而森林郎则是浅上全替补阵容,双方的手感不佳。 平均打铁,刺目哥在中段标中三分后,雄鹿以107比86领先。 此后,雄鹿悉数换上替补,比赛进入垃圾时间,最终森林郎以107到125,无悬念输给雄鹿,遭遇三连百。 双方手发森林郎,唐斯,雷金斯,帝格,吉普森,奥科基雄鹿,埃德托昆伯,米德尔顿,洛佩兹,布莱德索,布罗格登猫大雄。